大家好 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村 中国农村的一个卫星锅 大家看 它这个锅的结构 大家看 它这个是三根支架 三根支架 大家看 三根支架 这个是高拼头 这个高拼头 它这个高拼头 大家看 大家再仔细看 带有刻度 30度至30度 它这个是C波段 是C波段 大锅卫星锅 大家看 它这个可以左右摇动 可以左右摇动 可以左右摇动 然后它这下面 是用砖头进行压的 是用砖头进行固定的 砖头 它除了可以左右晃动 大家看 它可以左右晃动 它除了可以左右移动之外 还可以上下移动 大家看 它这个 它这一块 它这一块是可以动的 它这一块是可以动的 它除了左右移动 还可以上下移动 大家看 它这个是用砖 大概固定一下 大家看 我把砖拿掉 我把砖拿掉 它就可以上下移动 它就可以上下移动 大家看一下 演示一下 大家看 是吧 可以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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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西波段的话 可以接收很多 很多国家的电视台 很多国家的电视台 除了中国大陆的56套 中央台和地方台 这外还可以接收 印度 阿拉伯 美洲地区的 那个卫星电视 卫星电视 之前 之前是有的是双喷头 双喷头的话 它是可以兼容 两套卫星系统 都是西波段的 两套卫星系统 也就是一百多个台 有美洲台 欧洲台 那个中东台 和中文台 等等这些台吧 大家再看一下 它这个是天线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关于这个卫星锅 卫星锅 中国农村那个卫星锅 大锅的C波段 C波段 这个频率 它上面有个音频PID 视频PID 只需要1201 1200 还有那个下行是03750 符号 符号是0233 结画是垂直 而本证是05150 第二也是本证 第二音频 视频 下行符号 集画 是水平 还有第三 大家看 它这个 总共是四行 总共是1234 每个都是转发器的名称 都是电视机 有个卫星接收机吧 上面都有个菜单 点菜单 菜单进去有个转发器 转发器 选定完之后 选择呢 增加转发器 增加转发器 里面就先填入 音频PID 然后再填入 视频PID 依次再填入下行 符号 集画 还有本证 本证频率 一般都是05150 集画有的是垂直 大家看第一个就是垂直 而第二个就是集画 集画是水平 第三个 集画也是垂直 第四个 转发器 这个集画也是水平 像第四个转发器 的名字就叫CCTV 名字叫CCTV 大家再增加转发器 那一栏 输入这四组数字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完之后 然后回到菜单 然后找到搜索频道 选择搜索频道 然后回到菜单 找到那个搜索频道菜单 然后节目搜索 节目搜索 节目搜索 然后选择自动搜索 它会自动把这四个 四个这个转发器进行搜索 然后大家到最后 这四组数目 依次填进那个转发器里面 就可以进行搜索了 然后就是 开始自动搜索卫星节目 大概能搜到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台吧 像第四个 是应该是 反正第一第二第三 应该是印度那边的卫视 印度 大家都知道印度吧 第一第二第三个那个转发器 都是印度那边的卫星天使 卫星电视 第四个应该是中国大陆的 然后大家 需要这个调锅 大家看就这个锅呀 大家不要小小看这个锅 这个锅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可以搜索中兴6B 中兴6B的卫星 和印度那边的天线 和印度那边的卫星电视 大家看这个说明头啊 还有这个锅呀 它就要往左 往右一直挪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卫星天线 那个信号质量进行调 一般情况下 信号质量是50以上 60或70度可以 信号质量 信号强度是 信号强度不要招 信号强度一般不要动 大家通过信号强度来判断这个线 有没有折断 大家看这个线 就这个线如果断的话 这个线里面如果断的话 信号强度就是0 信号强度是0 这个线 如果这个线 或者这个头没有接好的话 断的话 它这个 信号强度是0 如果它接好或者没有坏的话 信号强度都是80% 都是85%或者80% 然后信号强度 主要是用来断定这个线 有没有折断 有没有损坏 还有这个头有没有损坏 而信号质量 主要就是看信号质量 一般信号质量70%就可以了 50% 60%以上 50%以上 只要见到绿色的 它就可以正常搜索到很多台了 很多 卫射台 大家看 这就是电视 这就是通过刚刚那个卫星锅 而接收到了卫星电视信号 大家看 这就是卫星电视信号 而这就是卫星接收机 大家看 这就是卫星接收机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C包段的卫星接收机 这个包段可以接收到 印度美洲台 欧洲台 亚洲台 还有中兴6B的台 都可以收到 中兴6B 还有这个亚洲信号卫星 往里面输就可以了 大家看 这个节目 这就是电视节目 然后大家点 大家点击这个菜单 大家先断定这个灯 大家看 如果这个绿灯亮的话 就证明这个信号是非常稳定的 绿灯 绿灯亮的话 证明这个信号是非常稳定的 特别美 如果绿灯熄灭的话 证明这根线 证明上面这根线断了 证明上面这根线断了 大家看 点击菜单 大家看 点击菜单 找到 找到系统设置 找到系统设置 然后再按音量加减键 然后再按音量加音量减 然后再按音量加音量减 然后再按确定键 大家看 进系统设置里面 进系统设置里面 点确定键 然后大家 再进入这个菜单设置 哦 从来都不会买它 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对啊 那我可能会玩到 王宝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干嘛 大家看 我进工具里面 有个对星之道 有个对星之道 还有个游戏 这个没用 对星之道 这个没用 游戏可以玩游戏 电视节目表 电视节目表 大家看 大家看 已经搜索到这么多台了 有贵州卫视 湖北卫视 江西卫视 广播 今天是我的生日 广播节目表 大家看 这里面也可以搜到很多广播 好几百个广播呢 大家看 一百多个广播节目呢 很多个广播 大家看 中兴6B 中兴6B 大家看 中兴6B 22K 可以开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里面是最重要的 大家看 点确认键 这里面有个天线参数设置 大家看 大家一定要选择天线节目设置 这里面可以设定 设定天线 大家看 就这个页面 非常重要 大家看 就这个页面 卫星有个中兴6B 我现在选择本镇队形 大家一定要选择 标准 然后本镇频率 大家选择5150 5150 我刚刚上面写的是05150 它这个是四文数 大家把0 前面的0去掉就可以了 还有本镇频率2 也是5150 还有LNB电源 大家不要管 LNB电源 大家不要管 R12K是K R12K必须设定为K 而DISEQ1 也设定无关 大家一定要手动选择 增加转发器 大家看下面有个 有个左边是选择 还有个增加 还有个参数 还有个退出 大家只要选择1 增加就可以了 增加 大家看啊 上面有个信号强度 信号强度是90% 大家看 信号强度90%的话 证明它这个电视线 它没有断 没有断 证明它是处于稳定状态的 也说它线没有折断 它如果信号强度是0的话 证明这个电视天线是折断了 或损坏了 而最好把信号质量调到50% 当然现在43%也是好的 大家看它会动 信号质量它会动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信号强度是证明这个卫星天线的 有没有断 而信号质量 是最好是越高越好 能80 90 70都可以 大家看 而这个卫星大家可以中心6B也可以调 大家看啊 它可以调很多的 中心6B也很多很多 大家看 还有个新天11号 可以选 还可以亚太2R KU KU八段 还有个亚太5号 也是KU八段 还有中心6A 亚太6A 还有亚洲3S 亚洲3S 中心6B等等这些吧 标准 通用 用户 不过大家一般选择标准就可以了 本镇频率5150 5150 5150 有的卫星光是05150 其实都一样的 其实都一样 不过大家看 能缩到这么多台 10个 这是18湖北卫视 19 黑龙江卫视 20重庆卫视 21山东卫视 22山西卫视 23河南卫视 大家看 大家看 25山东教育 26江西卫视 大家看 26江西卫视 25山东卫视 28天津卫视 28天津卫视 29河北卫视 30天津卫视 30天津卫视 31天津卫视 32 32 电视购物 我信号 33 中式购物 34 是CGTV 这是中央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35 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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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中式购物 37 康巴卫视 康巴卫视 38 是江西卫视 39也是江西 江西TB 大山 江西TB4 策划了同在一乡 难得一家人的特别节目 这是河南卫视 河南卫视 家乡的亲人们 受伤惊喜满满的年货福袋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看 这个就是信息采迪卡 信息采迪卡 有视频采迪卡 就是专门网 专门针对 这个卫星天线 专门针对这个卫星天线来使用的 他这一头 这个就是视频采迪卡的整体 大家看 他这一头 他这个就是 这个是视频信号 这个 这个是视频信号 这是白线的是音频信号 黄线是视频信号 而红线也是视频 还是音频 这音频 两个音频 这白线也是音频 这黄线是视频 一个视频 两个音频 这个叫视频采集卡 视频采集卡 视频采集卡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北极本电脑和这个视频采集卡 通过这个移动来进行调卫星信号 可以进行阳台啊或者是去户外啊 就拿到就在户外的话 户外或者阳台 就通过这个北极本电脑 来搭配的这个视频采集卡 来进行那个调卫星信号 调式卫星信号 只有黄线是视频信号 大家一定要记住 黄线是视频信号 其他的都是音频信号 音频 两个音频 一个视频 黄线就是视频信号 并且还需要配套软件 他这款那个视频采集卡 还有个配套的软件 需要配套的软件都在视频下方